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基本上都是被加了防腐剂的 吃多了对人体也是有很大的危害 甚至致癌 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 最好要买那些看起来不那么鲜艳的 第三是土豆 土豆其实本身没有问题 但是土豆放在那时间很长 没吃就会发芽 大多数人会把发芽的地方切掉继续吃 但是发芽的土豆具有很大的毒性 最好不要吃 这样对人体的危害也比较大 那么综上所述呢 具有致癌性的物质 不仅仅是槟榔 还有日常的西葫芦 蒜苔和发芽的土豆这几种 所以大家在买菜的时候 尽量避免这几种食物 以免对身体健康产生影响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关注我 了解更多健康知识